本节讲的是网络行销的销售文案撰写重点 那首先我们讲到网络行销的销售文案 既然我们决定的是网络行销的话 一定要有下面三组想法 第一个本身销售文案在写的时候 要有所谓的模组跟结构性的想法作为指引 第二个部分要具备利益设计跟利益阶段的概念 第三个部分要配合网络行销的科技特性 看测试跟反应 为什么提到这样子呢 很多人在讲网络行销的销售文案 既然是网络行销 那当然它有很多科技工序的配合 所以其实这文案的撰写 除了字数跟内容的限制以外 它的重点是在于说 它是可以测试的 我们可以两案测试 举个例子 我可能文案一文案二 或者说我买关键之一关键之二 是用不同的文案 或者在各种不同的页面之间 用各种不同的文案 透过消费者的点选机制 我们现在强调今天我们讲的是网络科技 既然说是网络科技的销售文案 它就不能够脱离开网络科技本身它的特性 也就是说这种销售文案的撰写方式跟传统的销售文案的撰写方式是有所差异的 它事实上是可以看测试看反应 可以看消费者是不是有实际留下资料 或者消费者停留时间多久 或者消费者去购买多久 去不断的修饰与确定我们销售文案的好坏 甚至因为销售的过程当中它本身是有阶段性的 它不可能马上就采取行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设计各种不同的文案去导引各种不同的效果 这样的销售文案本身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除了配合网络科技的科技特性以外 其实重点在于利益设计跟利益阶段的概念 那当然各位在讲这个文案的时候 本身要有一种所谓的结构性的想法 那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销售文案撰写它不是说讲一个故事 或讲很多故事或讲很多不相关的故事 然后让你达到感动 那其实它只是一个广告或者余待保留 或者甚至于当你听完诊断的时候 你发现它只是一种负面行销的做法 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学到 只是告诉你说你要来上我的课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的话 所以销售文案重点的时候你要去体会 那提到模组跟结构概念的时候 销售文案它在写这样的销售文案的时候 它本身有主次之间 它有图文之间 它有牵涉到一个比例原则 那我用另外一个案例来讲 假设例来讲 各位有看过网络图音的写的 有关的法律重塑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它在这个地方 它把所有的法律条件定义成正面条件 负面条件 定义条件跟假设条件 也就是说当你去看一份契约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的正面条件是什么 就是说两兆之间的契约 然后负面条件 就是说万一如果对方不履行的时候 那可能这种不履行的过程 有可能是彼此定义上有差异 重点是万一假设对方不履行的时候 那这过程要怎么去访换 怎么设置法则 像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教你怎么去读法律区业的概念 同样的销售文案也有 所以我们在提到销售文案的时候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其实销售文案它有很多种领域 如果说我们提到网络行销的销售文案 它的重点就是在刚才那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结构 第二个是利益设计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网络科技工具的衡量跟侦测 那所以说我们以销售文案撰写领域 目前有几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就是所谓的广告 广告的文案撰写跟网络科技的销售文案撰写 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 它只有一个告知 它只有消费者使用四阶段的功能 它不像网络销售 如果说我们讲搜寻引擎行销 它的这种所谓的有目的才会做搜寻 有搜寻 它就不会把广告看成是广告的这样的做法 所以当你在写这样的销售文案 本身要跟目的结合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讲新闻稿 新闻稿一个内容里面 它有一些新闻稿的标题怎么去落标 在第三个部分我们讲到是搜索行销的关键字的文稿 你怎么去写 第四是着重内容的文案撰写 所谓着重内容的文案撰写 就像一般的部落格 它今天写了一篇文章 它去下一个标题 第五的部分讲的是新闻稿 我们讲的是公共关系 针对新闻记者的沟通 随着这五个不同的沟通形式的时候 其实销售文案的撰写领域是有所差异的 所以同样我们今天讲 如果在讲网路行销的这种销售文案的撰写跟磁吸阶段 它考虑也是一个磁吸 也就是你的目的跟利益配合部分 也就是说你这个文案写出去 到底你要想达到哪个阶段 它能达到什么效果 单纯以效果上来讲 就是所谓的目的跟利益配合 可能说他留下email 那我们送他一本电子书 那这本电子书要很有吸引力 或者他留下email 我给他送1分的电子书 那目的就是要收集客户资料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能想扩大客户资料 所以说我们可能在举例的时候 是当你留下email 我送你1分的前1分的资料 可能100页的资料 可是当你介绍三个人的时候 也就是三个人指名的时候 我把另外200页送给你 也就是说我基本上来讲 我整个电子书的话 的部分就是免费送给你 像这样的做法的时候 就是利益跟目的配合的 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动作 你这个动作能够达成我们 我们就给你一本非常好的电子书 第二个部分 你的第二个目的 可能希望对方打电话过来 你透过人员销售的过程当中 去达到你的目的 那在这部分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就会有所谓的多阶段的沟通 但是也有另外一派 我们讲传统的部落客 他基本上用的那一派 他其实考虑到文案撰写的时候 他只是想把他的内容很清楚表白 也就是说他透过内容去感动对方 那其他感动对方本身是没有一个目的 只是针对一个主题 他提出一个他觉得 他认为是对的观点 然后他也希望别人能真的学到东西 就纯粹是一种内容感动对方 为什么一定要去设计一个销售或管号阶段 去把让对方做一个行动 如果你的东西真的好 你根本不需要只有这个动作 那如果说我们单纯讲网路行销的部分 我们今天就可以用测试看效果 就是A案跟B案跟C案 看多少人来 看A案B案 他这些人他做了哪些动作 可能有哪些动作停留多久 或者甚至他有email 他是不是有做后续介绍的动作 其实我们看着录页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效果 所以我常跟人家讲 虽然说我学会了一些网路 我们也知道公关文案怎么写 也知道广告文案怎么写 甚至我也去个人去研究一些新闻文案怎么写 也去上过课 可是后来回到我的文章 甚至于说我今天去看一个人家 网路资讯科技的 人家叫所谓的搜寻优化 就是网站优化 就是SEO的搜寻引擎优化的部分 他们说你要写文章之前要先把关键字挑出来 用这关键字去link你这什么文章 那你在这个搜寻的过程当中 你才可以明年前茅 我个人基本上虽然我都懂这个东西 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 我今天把我的文章写好 我相信只要我真的有把东西写出来 使用者有学到东西 他真的也有感动到 或者他有透过一个持续性的学习 就你们讲的一般大众讲的一种所谓的黏着力 干嘛需要一些无聊的自我介绍 把自己介绍那么多 如果使用者真的觉得你是有价值的 他们自己就会找到 在网路的世界里还有什么秘密吗 所以我个人觉得网路销售文案的撰写 请各位记得一定要记得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要对销售文案怎么写 有一个基本的架构跟模组想法 第二个重点是在利益设计 第三个就是不断的测试跟反应 感谢各位谢谢